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是 复利的力量 先来看一张图 很湿的雪就是复利 很长的坡就是时间 很湿的雪加上很长的坡 就能滚成巨大的雪球 这就是复利的力量 这是滚雪球 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中的一段话 再微小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总会为你带来丰厚的回报 懂得运用复利思维 将自己重组升级 你会进阶到更高段位的人生 一个身材臃肿 大富翩翩的人 想要健康紧致的身材 需要做些什么 健身培训 拼命节食 整容塑形 都不是 只需要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 23岁的三年 因为生活毫无节制 导致内分泌失调 体重不断增加 经常被人说像个大妈 医生告诫他 如果不想在40岁时 就换上高血压 糖尿病 最好马上运动起来 为此 他决定连续20周 每天坚持跑步半个小时 第一周 因为桑尼太久没有运动 没跑几步就气喘须须 腿脚抽筋 第五周 虽然还是很吃力 但步伐稳健了不少 也没那么喘了 第七周 他逐渐开始适应这种节奏 可以平稳地跑完半个小时 第十一周 他已经习惯了每天跑步 半小时对他来说变得很轻松 体力也越来越好 当他跑完20周 脱下外衣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被惊艳到了 20周下来 桑尼不仅身材变好了 皮肤显得更年轻 气质也变得更迷人 最重要的是体检时 身体各项指标 都恢复到了健康的状态 看着镜子中 仿佛回到18岁的自己 桑尼一扫之前的紫杯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 也许一天两天 你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改变 但若能坚持三两个月 你就会看到运动负力的力量 它带给你的 不仅是一个健康的体魄 一张阳光的脸庞 还有一颗无所畏惧的心 往后余生 把运动作为每天的习惯 要知道 健身房里挥洒的每一滴汗水 晨跑路上每分每秒的坚持 都不会辜负你 二 经验复理 菲尔南多·佩索阿说 除掉睡眠 人的一辈子只有一万多天 很多人只是活了一天 不过重复了一万多次 这话一点不假 不懂得复盘反思 总结经验的人 就像是撞了发条的机器 一生都是在重复机械的劳动 通用电器总裁 杰克·维尔奇曾透露 他年轻时就有复盘的习惯 每晚他都会用15分钟 复盘白天的工作和言行 反问自己 工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言行有什么可以改正的 将比较失误的严重 和比较优秀的想法 记录在侧 每个月再针对这些 来一次系统的复盘 就是凭借这些 复盘得来的经验 他的失误越来越少 生活也越来越顺利 从一个出身贫穷 身材矮小且口吃的人 一步一步平稳地 走向世界富豪的位置 人生总会遇到 这样那样的坑 跌倒了能爬起来 是强者 但若能回过头来总结经验 避免从这个坑爬起来 转头又跌落在下一个坑 这样的人才是智者 从经验中不断学习升级 你和同龄人的差距 也会越来越大 管理圈有一个很厉害的 KPT复盘法分享给大家 K KEEP 保持 有哪些细节操作 是可以继续保持的 P Problem 问题 遇到了什么问题 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思考解决 T 尝试 可以尝试去做些什么 孔子有云 无日三省无身 通过复盘 才能发现优点和不足 从而优化升级 每天睡前 放下手机 复盘15分钟 想想自己如何度过这一天 及时反馈 把精力变成了阅历 将失误转换为经验 自然可以少走弯路 余生皆坦途 按时间中提出 人一生的时间 由主动时间和被动时间组成 被动时间是你必须消耗的时间 如上学 上班 睡觉 休息等 但在这些时间之外的主动时间里 是努力提升自己 还是消遣娱乐 才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根本因素 狮子大会第三季总冠军 雷海维 在成名之前 只是个普通的外卖小哥 日子枯燥平淡 但他一直有一个狮子梦 习惯利用送餐的间隙读诗词 看解析 其他同事一有时间就会拿出手机 刷短视频 打游戏 还嘲笑雷海维 一个外卖工人用得到诗词吗 雷海维笑而不语 只是费寝忘食地背诗词 仅2014年这一年 他就背诵了805首唐诗诵词 终于在十多年的坚持后 在诗词大会击败北大硕士 一举成名 爱因斯坦说过一段话 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 业余时间生产着人才 也生产着懒汉 酒鬼 排名 赌徒 时间是最公平的 你把时间用在哪儿 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每天看三篇文章 十年就是一万篇 你就可以博朗固精 每天写三百字日记 十年就是一百万字 你就可以操汉成章 但是每天花三个小时 在没有价值的短视频上 十年时间 你大概率会收获一个不健康的躯体 和没有思想的灵魂 那些顶级的高手 天赋和运气 永远只是加分项 你看不见的日日夜夜 才藏着他们积淀实力 拉开差距的真相 把有限的时间 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成就自我 努力抓住每分每秒 努力前进 一点点改变 你终能收获命运的垂青 在《终身学习》的书品中 看到西南创客分享了一个故事 十几年前 他们的雕塑工厂 来了两个新员工 小赵和小周 小赵基林圆滑 处事老道 深受领导喜爱 升职加薪不在话下 只用两年时间 就升到了业务经理的位置 从此不再钻研技术 下班就和朋友们吃喝玩乐 小周老师本分 在公司处于边缘地位 但他从不气馁 每天早早地把本职工作做完 就缠着工厂老师傅 学习操作机床 了解到自动化越来越普及 小周工作之余 还独自研究图纸 自学制图软件 报班精进三维数控技术 五年后 工厂全面普及自动化 整个工厂小周技能最为扎实 业务精通 一步步晋升到了副厂长 而小赵 面对新兴技术 一窍不通 处处碰壁 最终失业在家 时代的车轮 在快速翻滚 止步步前的人 必然被远远甩在身后 但若是选择日复一日的学习 在复利的作用下 一两年 你就能打磨出一项过硬的本领 百度前总裁陆琴 每周都会抽出五个小时 学习研究科技领域最前沿的论文 他经常告诫员工 不要停止学习 在一次会议中 他说 你们要坚持每天都学习 让自己每天都要活得不一样 每个解除的工程师 解除的技术领域 都要保持学习的能力 把自己想象是一个软件 一个代码 今天的版本 一定要比昨天版本好 明天的版本 肯定会比今天好 这个时代 没有铁饭碗 只有硬实力 养成学习复理思维 不停提升自己的能力 持续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功夫到了 自会在某一个节点脱颖而出 当你拥有了不可替代的能力 就不会害怕生活的惊涛骇浪 比尔盖茨曾说 大多数人都会高估自己 在一年内所能做的事情 却低估自己十年内所能做的事情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 太多人追求立竿见影的投资 可没有量的积累 哪有质的飞跃 你所羡慕别人的量力身材 超群能力辉煌成就 它们背后 都是日复一日的运动 学习 是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付出 日拱一组 功夫堂娟 只要步履不停 日日坚持 在复利法则的加持下 你的人生 定会从量变 升华到质变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守候